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 今天來快速帶大家看台版12月10號的更新資訊 如果影片聲音咬字有點不清楚請見讓 因為我昨天剛拔完字詞 飾品強化系統 你可以在鏈金樹台合成飾品強化券 然而什麼都沒有 韓版的鏈金樹台可以用以上材料製作 果然是台灣特別版呢 目前你只能在商城購買 但該信心的是它的價格沒有變嗎? 總之強化的效果為 當飾品加50會隨機獲得特殊屬性 項鍊獲得抵抗效果 例如抗音炫、抗定身等耳環 擊殺怪物後獲得經驗值 戒指、攻擊力提高 如果我理解沒錯誤 能力的數值應該是隨機給予 總之是一個滿滿的大坑 突襲系統 新增巴特斯特的噩夢 普通陸場等級為140等 帕、陸場等級為160等 巴特斯特的攻擊屬性為雷電 弱點為火 使用火薯裝備較容易達到高分 箱子可以開到限定獨特的金裝 但非洲人還是老實的去拿房券吧 在原本韓文中的 翻譯號是 是在南斯拉夫的神話以及民間的傳說中 由那些未受洗而找失的嬰兒 或者罪人的靈魂變成 喜愛在夜間遊蕩 根據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外型描述 銀海、人型士兵幽靈、 赤鳥、赤犬、又或者狼犬與惡魔混合等 但遊戲中卻還是比較接近巴特斯特 野外突襲、新增BOSS 提拉斯 總算把傳送機制開放了嗎? 但分流的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尚不清楚出現的機制是不是為美日限定 韓版設定 李奇夏爾是要殺死200隻黑暗奴役才會出現 台版直接出現不知道是不是BUG 還是後續會修正呢? 至於提拉斯的話 可在北部發目的這裡的一個祭壇 跟不懷好意的NBC對話後 突發隱藏任務 他會要你上控30根路角 集滿200根 就可以召喚 噢對不起是這隻提拉斯才對 但前提是你必須要先有150根才能觸發任務 新增雕像 新增雕像 金馬 金雞 金像 就是致敬所謂華語電影三金獎 但我想應該是台版自己原創的 我查韓版應該是沒這個活動 至於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一來 韓版類似的活動道具會歸類在材料品中 也不會有重量 方便收集 像這次的雪球一樣 但現在被放到其他 而且一張只一公斤 果然尊絕不凡 二來 韓古的電影三大獎是 大宗 青龍 白響藝術大賞 三來 你在圖鑑系統裡面 根本不會看到這三尊 總之 有需要的人就做吧 其他如雪人任務之前有介紹過 沒看過的人可以去點右上角的影片 如果有出入之後我會再上影片介紹 不得不說 黑局的營運 在更新方面的資訊說明都蠻懶惰的 FB 翻網 文字發一發 結束這回合 韓版官方在更新前後都會有圖文說明 不知道是怕人玩還是忙著賺錢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部分內容參考韓版 如果有不同 那肯定是黑局的陰謀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沒事千萬不要把字吃